早安,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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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剛剛我們港股這邊都頗刺激 因為我們今早部署長的貼牛就死了 剛剛,今早還要高開,高開四百點 現在要回一回,以為可以彈一下 誰知沒有,還要轉燈 因為它二晚一個位置都很久沒有衝到上去 誰知衝到上去,現在又守不住 港股這邊,你有沒有看法,還是我們先說美股? 港股,剛才你們說了很久,看著它轉燈的時候 所以我也是專注說回美股 看美股那邊,美股那邊都刺激 因為美國大選就塵埃落定 首先當然要問問Simon那隻Tesla 有沒有繼續有得升的呢?怎樣看法呢? 嘩,你從Elon Musk這樣去撐牆 說明要派錢,然後特朗普 這次基本上壓倒勝利 沒得賴了,也都擺明 Elon Musk接下來都很強勢 還有其實看到特朗普之前 他因為說要有很多的被控告 其實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選到總統 他選到總統,基本上他所有的責任 暫時都會停下來 也就是說你知道其實他一定會抗開這個支票出來的 就是說你誰能夠支持我,我選得到 其實一定會有很多的利益交換 要不然Elon Musk都不會拼命的 其實Tesla的無人駕駛在美國 我相信接下來應該都幾著數了 之前我還會覺得 其實如果民主黨上台的時候都幾糟糕的 但是其實現在不用了 特朗普跟著上一場 還要是Elon Musk上台大大聲去支持的話 應該到Tesla其實都不要和他作對了 現在我相信都要看位置入了 看位置入,是 看什麼位置才是最重要的呢? 大家都知道了 這次特朗普選到Elon Musk 真是功不可無了 我也覺得 現在大家都看好的時候 又升了這麼多的位置 我們可以怎麼決定呢? 其實大家都是駁一駁短線回調而已 但是其實美股 其實你見特朗普選完之後那個強勢 應該那個勢就成了 不過你可能駁它回調 都不會說回得太多了 還有之前一直坐下來賺錢的 給我都不走 現在每個人都 勢又好又賺近錢 基本上無論長線短線都沒有什麼需要去走 基本上 但是唯一的就是說 有時候鎮一下你們倉 鎮你們出來 讓我們有些便宜貨再收拾一下 其實這些大戶都是在說 是 所以譬如有貨那些當然是拿著 反正都吃著這麼多 再看一下你怎麼升 但是如果你說我沒有貨 我現在才找位衝進去想搏一下 那是不是就 反而是短線就會比較好些呢?這個操作 這次其實短線反而你是要小心的 因為其實你之前已經很多叫特朗普投資了 每個人都駁它上場市會上升 那其實它上完場又真的第一下升的時候 你反而其實你要小心短線可能會回一回 因為那些人有部分的投資者可能純粹是短線 那反而你短線的話 如果你想賣的話就OK啦 你就等他們那些人要走的時候 你就進去吧 不過其實其實每次都是借勢的 那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知道哪一個人射兩支飛彈 它又跌一跌那些 是 那所以就都是看好的了 這一隻都是看好的了 只是你那個買入價是怎麼樣的? 是啊 你沒有辦法不看好的了 其實美股那個強勢 其實我上個月都講的 其實上次在講的 其實你美國現在的人在講的 說什麼soft landing 接著已經講了low landing 基本上沒有landing了 它經濟不斷去的 那特朗普上場的經濟政策 其實擺明就是減稅 也都其實你講的 全美國的選民已經是用投票 又告訴你他們現在根本 他選總統他不是選這個人 是不是一個正常人 是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他只是要這個人 一個強人 一個夠強勢夠傲 你猜不到的人 要 他們基本上一直講的口號 就說要get American great again 其實他們覺得之前太禮陽了 我們做好人 為什麼要做好人呢 又說要做環保 要救地球 他們現在不管了 現在全美國人民在告訴你 他只是向錢看 他只是向錢看而已 其他他就不來的了 是 明白 所以結果出來 都是在反映這件事 我看到有觀眾 都想問問Simon的美股 看看Simon 對於這些有沒有看法 例如Fatface 就問PLTR和PayPal 現價可不可以買 Simon有沒有留意一下呢 這兩隻 P...PLTR就太多人講了 我都不講了 其實基本上你太多人 PayPal 我就一向都看淡的 看淡的 是 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呢 他的模特兒不是很合理的 其實我覺得真實 就是我很相信 仍然始終你作為一個用戶 或者你作為一個商戶 你用PayPal的時候 其實以我所認識的 基本上每個都不是太有一個好評 他基本上是 有一點點過氣的了 其實現在我覺得 你說如果他純粹從他那個業務去看的話 他就不是說很好的了 但是 你說他會不會接下來 有些crypto 東西啊 有其他消息啊 或者是 說他便宜又要炒上去 那你現在基本上 你什麼都炒上去的了 現在全部黏釀 要叫AI 或者現在美國的美股 基本上就是經常講的那個字 Electrification 電氣化 你加個電氣化下去 就什麼都會升的了 其實 你加個crypto下去 就什麼都會升的了 這個也有這個可能 但是我自己就一定不會鬥了 我自己對這間公司很麻煩 你說如果他真的升到一半的聲音 那我可能看錯了 那就不要緊 我沒有買 看錯沒有所謂的 OK 純粹個人意見 還有個人的觀察 你講到電 我也想提一下 那隻ETN其實都真的升了幾多了 之前你提到的 是啊 是啊 是不是都是因為有電的概念 這樣 所以都升得比較多 是啊 他又破了位子上來 是啊 是啊 熬得到的投資者就恭喜他 但是如果你說那時候震了出來 不幸運 這些股票其實大家想來想去都是追不追的 嗯 那整個勢未完的 是 因為其實你整個故事在美國現在炒 還在炒著的 是 現在還要說Elon Musk這麼強勢的 這樣站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電動車 雖然其實特朗普呢 他之前那一屆呢 其實他是不支持電動車的 嗯 他經常都在說 那時候還會走到那些舊車廠那裡 Gm那些廠那裡 就說不要不支持Tesla 我們現在要支持美國的汽車工人 但是現在不是了 Elon Musk就支持他了 還要說其實Gm啊 Ford啊 個個都拼命在那裡做電動車 其實現在 那其實你現在要去 令到美國工人有工去開呢 其實你反而是要支持那些車廠 去做多一些電動車 叫人消費 那其實大家都預料了 他一定就是關稅 就是加到那些中國進口的電動車那裡了 嗯 嗯 那首先你令到大陸那些車 進不了美國的話呢 其實美國 其實你第一家一定是Tesla 其實你數下去第二就是GM的了 是 那如果GM能夠多賣一些車的話呢 其實對整體美國都是好 因為它真的是大部分的東西都是美國生產的 嗯 它連電池都是自己跟LG合作自己做的 都是在美國設廠做的 然後你Tesla都不是全部在美國做的 其實 那所以 其實從特朗普的角度 它要兌現它的競選承諾 要一些東西在美國製造的生產的話 那其實G1已經是其中一樣了 不過你剛才你先講Eton 那這陣子所有這些 和電器塊有關的股份都炒到電的了 都不止一隻Eton 嗯 其實你講的 例如GE Spin-off出來那次 那一隻 GE Verova 嗯 那它講的是風能啊 核能啊 天然氣啊 這樣 又是升到百萬聲 它的Code應該是GEV GEV OK 那你見它 Spin-off出來的時候131元 現在是336元 嗯 是升了 哇 三倍左右 兩倍多了 還沒抓三倍了 嗯 那另外Eton 就是早些開始炒起來了 那它因為AI要很多的data center 所以Eton受惠了 那另外還有就是現在最新在講的 是一些AI的data center 是不夠電的 嗯 它為了去安排一些電的話 直接講的已經是說 直接要建一些核電廠旁邊 是 是 因為其實你用風能啊 太陽能發電啊 這些的發電呢 其實始終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於是乎你有幾隻核電股 例如其中一隻叫Vistra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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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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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升到棒棒的聲音 嗯 嗯 但是這些如果好像你這樣講 其實都比較長線些去到渣了 如果是這樣 是不可以的 是因為其實它 就是這些事情是一直繼續 是繼續的嘛 就是繼續運行的嘛 是的 那 基本上你首先要選一個故事 是他們在炒的 是 是 是 所以你預計它還沒有炒完的 是繼續去的 但是當然短線的 有些其他的消息 會令到整個市場 要回一回的時候 你就撐這些了 嗯 嗯 就是好像那時候Eating 是 你見 9月10月 月頭的時候 扔一扔下來的時候 就是機會了 是 但是其實也都坦白講 那時候我也都沒有去進去 因為我在看其他東西 嗯 是 但是就 現在在美國 你AI那個故事 你除了炒Semiconductor 就是你說半導體之外 其實就是Data Center 上個月講了 上個月給了那兩隻 我記得應該是Digital Realty DLR 還有那隻Equenix EQIX 兩隻 其實你看看這個月 都是升了的 是 但是你就不要預計它 可能爆升那些 那你始終這些 就是整體整個經濟也是好 股市有多錢入 那你又找對公司 股票也對的 那你給點耐性 或者等位 其實我一個月才見大家一次 是啊 策略上是這樣 部署會好一點 是啊 所以這樣說 就穩陣一點 就是回回一點 然後才進入一些 你覺得中長線 都是挺看好的股票 所以就算隔久一點 更新也沒有那麼害怕 是的 這支我記得之前 你也有講過 講的時候 說我都可以長線一點看 所以它掉下來的時候 我都沒有被震走 再加上那個駐馬比較小 是的 所以就一直坐上去 然後現在又吃著小 又淡上來 所以剛才Charlotte都說 那Simon 你講的那支VST 是否回就可以薄呢 因為回就可以休息一下 是嗎 是的 是的 我都覺得是的 因為這個核電故事 其實沒有那麼遠 OK 是的 是的 但是它真的升了很多 那些人是要take profit的 是 那你又當作之前 就像Ethan那樣 是 不要心急 但是就看著它 是 就是這些 你選對那個板塊 你選好東西的話 其實你等它回的時候去搏 要看位了 就是大家要 是的 那就相對完全一點 不用那麼驚慌 另外阿豐J就問這支Reddit 他說Reddit好像很有勢 那Simon有沒有留言 對於這一支 業績價不差 Reddit是 應該找年輕人很熟悉這支 社交網站 是的 是的 我有些覺得它 這些真的你要看得實 搏的momentum 嗯 它這樣夾的話 其實你也都 笑笑笑笑 我不是第一次見這些股份 其實市場上 不停有這些 那你要喜歡刺激的 你能夠看得實的話 那看小囉 是的 搏的就是這些都是 嗯 另外呢 看到Elly有問說 CLSK和MARA買哪一支好 好 有沒有意見呢 這兩支 CLSK 沒有研究了 沒有研究是嗎 OK 始終我自己看著那幾個sector 我不是所有的東西都看了 所以這兩支完全沒有研究了 OK 沒有所謂 是的 Bitcoin我也是就這樣 就這樣拿銀就算了 嗯嗯嗯 那是不是就信念地拿下去呢 還是去到某些位置會動態貨幣這樣呢 不動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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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我又覺得你 是買來直接買Coin 或者你買Coin和ETF都可以 OK 但是相關那些股份 我就 我就不太喜歡 我自己不喜歡啦 因為 始終你有其他 太多其他的風險了 那時候你突然爆了一間 說他做假象啊 就騙人啊 都有啦 哦 好 所以直接買Coin 有啊 你直接買就可以了 嗯嗯嗯 是的 是的 是 有人問Dell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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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說就是我還沒買 你還沒買 但是看著 我還沒買 看著 看著 有沒有什麼原因還沒買 是因為價格相對還是在高一點的位置還是怎麼樣 都不是的 其實你的價格現在不是一個高的位置 它回了很多之後 現在是慢慢慢慢上來 但是反過來 我是在看那個AI的故事 其實我還在看它的消息 究竟它是不是 純粹是亂炒 它的capacity能不能倒上去 你跟NVIDIA 它基本上只有一隻 也都是你不用想的了 它跟Tesla是兩隻 基本上你要炒美股的 這兩隻你不看 你不拿D 基本上就不要炒了 OK 好 所以其實是 Tesla就有些保留 因為它始終不是最前線的 但是再之前有些人就講 因為講晶片 你第一家是NVIDIA 跟著講AMD 但其實AMD和NVIDIA已經是相差很遠的了 其實已經是 跟著再有些聲音的聲音 然後再來看就是Intel 但是Intel 我上次已經講了我的看法了 我就當它是order的 哦 是的 講完了 其實就 OK 我就應該把這個定位了 我心目中的 我可能會錯了 嗯嗯嗯 即使就算跟一個行業 或者差不多類型 都再將它們分了不同的檔次 或者不同的level 然後再去看看 它轉不了身的了 是的 它轉不了了 就是Cisco 我那時候都是看淡它的 是 誰知道它現在上來 哦 它好東西了 它就當我看錯了 但是我都沒有損失了 它搞這麼久都升不了上去 是 那是 講到Cisco 也有觀眾問 你覺得可以駁一下它的業績嗎 不駁了 我不駁了 我不會駁了 OK 你覺得它是好的 不過應該這樣講 你整體美股的步調都是慢慢上的 是的 其實你也這樣講 你現在走進去美股那裡搏的話 你都是相對是順風一些的 嗯嗯 是的 不過我都是喜歡選公司多一些 因為既然你的市場都是順風的 你還要選好公司的話 選好行業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更加是 迎面廣一些 這麼多公司選 這麼多板塊選 就是我覺得有保留的就不用看了 嗯 因為反正現在的氣氛都更好 所以就可以選一些 相對來說那個公司排面好些的 這樣就舒服些了 可以駕駛 是的 就是好像我之前幾個月都說了 麥當勞 是 那它現在有位置給大家游 是的 我正想問 我終於撐到了 之前錯過了 現在這個位置下300元以下 是否可以一試呢 是啊 我300元以下 我都再買了 OK 那我210元上來 策略是怎樣 那300元以下就再加一些 嗯嗯 那它之前是因為 它有一個 在有 Colorado那裡 有一些 Quarter pound 有很多人吃了 好像其中 就是很多人進了醫院 的確是 E.coli E.coli是否真的大腸鋼菌呢 就是浪漫的 就有食物中毒 是 於是乎是出出事的 的確是 但是它現在已經賣回了 它現在就在懷疑 不是那些肉 而是那些洋蔥 那些生的洋蔥 是 就有這個contamination 就是有那個叫做污染 是的 那 其實這些是短線的 但是很多人 食安問題 是的 但是食安問題 有很多人將它和以前 有一家叫Triple Lake 在美國都很嚴重的 那Triple Lake那時候 就跌到很厲害的 但是我又會覺得 麥當勞這件事就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 其實就是趁這些機會 它跌一跌的時候 調整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機會 我只是說 就是我自己也是買了的 是的 就算特朗普不再是麥當勞的員工 都沒有問題 你講的這件事也是 其實 它都新選到總統出來 那麥當勞其實這次擺明就是 幫他 我都有這樣想 讓他炸薯條 那他選到麥當勞會不會都有運行呢 那純粹你從運氣角度有運行 第二就是其實你都擺明麥當勞和他朋友 是的 那麼多間其實還可以炸其他東西 其他都可以炸薯條的嘛 是不是 是的 那本身就是 其實你當它本身是地產股來的 是的 那你接下來 應該都 聯儲局其實講到明 就說不會受到它的影響 但是其實擺明的 大家都知道 這些事情就是 它就是要光暴升平 就是要繼續印銀子 是 你說 萬一它聯儲局減涉太多 有通脹怎麼辦 那特朗普擺明 也就是告訴你 它會用這個低能源價格 它就是會狂開石油 什麼都狂批你的 基本上 這麼低的能源價格 來令到通脹受控 然後 它也都講到明 它在競選前 為什麼它會用這個 它和普京的關係 去搞定這個黃澳湖戰爭 那其實它有什麼可以搞呢 它如果它要令到這場仗 要搞定的 它必然是犧牲烏克蘭的利益的了 都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出 你排面有什麼chips 是不是 也都這樣講 如果你美國現在不支持烏克蘭的 你歐洲怎麼撐得住呢 其實最終有可能它真的搞定的 你永遠猜不到它 它走去和北韓領導人握手 它都做得出了 是不是 是 那如果你說俄烏戰爭搞定的話 那你還再不再俄羅斯呢 那那些石油到時湧出來的時候 又怎麼辦呢 到時大家要冷一冷 OK 好 那我看到觀眾都有不少問題 有沒有哪些 Simon 你覺得都可以討論一下呢 Cucum NVIDIA 咦 剛才是不是講 CNC Cisco Cisco 剛才是不是講了 Cisco講了 講了 但是我都是 我都是 看一看 我都已經把它剔除了這個 list 哪知道 現在我才看到原來它有升到 那它好東西了 算了 但是我不看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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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還有 SM SMCI 是不是掛得 這些我簡直不行的 不不行 我不搏這些部分 所以我相信DJT都不關Simon的事了 是不是 花花文 你都不是走這個路線的 我不是走這個路線的 是的 沒有需要 其實你整個市有這麼多好東西 其實我不用刺激的 你賺到錢的 其實 嗯嗯 有時候都要這樣提自己 是的 你賺到錢就行了 你不需要刺激的 其實你慢慢賺錢 悶悶的賺錢就可以了 其實 還有你今年美股 其實整個勢都是很好的 還要是不斷都 偶爾有一些短線的回調 給大家入市 嗯 好 還有你 沒得講的了 你特朗普上場還說要減息的話 現在已經有一個Trump trade出來的話 很難有什麼大事的了 你真是越來越有越來越疫情 才能夠拉下來的了 就是說整體整個經濟 是的 是的 美國經濟 我重複了很多次的了 由2016年 我都是這樣說 是很好的 是的 我都記得 是的 幾個月之前做節目 你已經有說過 你不覺得 就是有這些什麼 經濟衰退啊 又要什麼著陸啊 都沒有著陸 沒有著陸 沒有著陸 不用著陸 沒有Landing 對 有些朋友 真的 我身邊有朋友說 糟了 我現在拿了那些 SQQQ呢 你會不會覺得 算了 不如 還是怎樣呢 就是都要洗濕了頭 就是覺得它會回下來 這個美股 嘩 但是你拿這些ETF 不可以坐的 是嗎 是啊 小心啊 就是 就是 還要它這個 是 有多少倍啊 這個就這樣一倍 我就不碰這些 short ETF的 嗯 嗯 嗯 是啊 所以 它呢 它呢 它賺到這些錢 我就不是這樣的方法 是 是 Garry不用擔心我 我沒有拿到的 就是 是 因為我 跟Simon做節目 我都會知道的嘛 就是 談了那麼久 大家都知道 美股那邊 就算是 你不動手 找不到好位置 你都不會做譚 是啊 不要跟它對著說 沒有對著說 是啊 另外 有觀眾都說 那一路到年尾的看法是怎樣 有沒有Simon 就是美股 甚至於港股 現在選完 那 處局的息口又出來了 去到年尾 那會不會又 都會好一點 兩邊都 粉飾廚窗也好 還是怎樣都好 我們還有這兩個月 可以怎樣去到部署一下呢 我自己個人部署就是 不搞這麼多事情了 我也覺得 是啊 今年都差不多半收勞狀態了 嗯 OK 因為其實你今年已經升了這麼多了 你還想托得去扁 粉飾廚窗不如 倒轉 其實可能大家按下一點 讓數下年好早一點 是 就是 你是基金經理 大家是基金經理 都不跑了 現在都 跑那麼辛苦 是 就是你現在還去扯下去的話 跟著 下年怎麼辦呢 是不是 那不需要 那所以其實是不是 都應該說 去到年尾 不會說有什麼很大的聲浪 或者很大的波動 可能平平靜靜的 這樣過了去就算了 是 你現在反而 其實你就是怕 不是因為那些人要去找東西炒 而去上落 而是說的是 一些 你猜不到一些政治因素 其實最大最大 現在那個不穩定的因素 其實 都是在說中美關係的 是不是 那鄧學保正式上場的 其實都一定是加關稅的了 不過現在其實美國那邊的新聞 已經在吹著說 其實應該沒有它講得 加得這麼厲害的 因為其實它上一任的時候 它一些關稅 在鋼材、鋁材方面的關稅 它原本就說要保護美國的 這個港鐵生產工人 但是 其實已經出了新聞 結果呢 其實呢 是的 你是幫到一小班人 但是呢 就令到整個汽車行業 當時是 所以 它可能會想一想 因為其實始終 總之你要加的那些東西 大家都真的要受惠 就是賺錢的 總之是賺錢 是的 說到尾 大家都想賺錢而已 是賺錢而已 是的 刑就刑了 那就行了 是的 它不是說要去傷害中國 其實總之它是為了保護美國 其實就是 明白 但是很明顯 你要看一些大陸本身 是有優勢的東西 反而就是它會被特朗普禁止 那例如就是 其實就是EV來的 你說的電動車 國產電動車 是厲害的 便宜漂亮正的 是的 那你不要先說不便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兩輛車 放在這裡比的話 其實很多外國人都會嘩聲的 其實是 因為對他們來說 嘩 平多的 是的 性價比差很遠 是啊 當然了 我們就很明白了 我們身在香港這麼多年 那有些東西你看起來OK 最後多少年呢 哈哈 但是這些東西 大家明白了 不管的 你的車可能四五年後 它都換了 是 那 這個東西其實是 如果被它任由 它在大陸 不是 在美國賣的話 其實它會搶很多市場 其實在墨西哥 現在已經 那些大陸電動車 已經賣得棒棒的 已經是 嗯 OK 但是美國它始終很難打進去 再加上 應該都不會被它打進去 嗯 我都記得之前你說 是的 他們沒有那麼容易被你打進去 因為那個影響實在太深遠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些板塊的 就自己去小心一點 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回覆今天 阿西文說了 提到的一些股票 譬如Tesla 大家又可以 後下 始終都很受惠於特朗普當選 另外GM也是 就是說如果去保護自己 國內的電動車 一些銷售 GM也是 會受惠的 另外VST 又可以看看 還有麥當勞 大家又可以 趁著 回一回下來 那個食安的問題 是的 又可以看看 之前一直升上去 追不到 現在是否一個機會呢 看一看 好 說到這裏 我們港股有跌55點 20895恆子報警 麻煩Simon 我們下個月再談 拜拜 拜拜